妻子年初生下第四胎 苏海津自曝因度假找女人遭勒索 苏海津的保释申请被法官驳回 涉及18亿元洗钱案的被告 塞浦路斯及40岁的苏海津共面对两项控状 他的案件今早13日再度过堂 控方提出不准保释的申请 控方表示 苏海津存在很高的潜逃风险 警方上个月15日展开执法行动时 苏海津为了逃避追捕 从住家阳台跳下 即使摔断了两条腿和手腕受伤 他仍有办法逃到附近的沟渠躲避追捕 他的代表律师在提出反对时 解释苏海津当时并不是拒捕 而是单纯地以为被人勒索 律师说 苏海津去年到迪拜度假时曾和一个女子有过亲密接触 但事后却不断接到勒索电话 所以 当警方上门敲门时 苏海津误以为有人上门寻仇勒索 他根本不知道那些是警察 亭上同时揭露 苏海津已婚 和妻子还有四个年龄介于七个月大到十九岁的孩子 意味着妻子在今年初刚生下他们的第四个孩子 至于他去年到迪拜度假时 妻子是否随行或已怀孕 就不得而知 记者亭上观察 相信他的妻子和大儿子也在亭上旁听 但他们都戴着口罩 无法留意到他们听到这部分时的表情 苏海津到目前为止 共面对两项控状 第一项指他逃避拘捕 第二项罪状则指他通过远程赌博 非法获得逾405万元的赃款 抵触贪污 贩毒 严重罪案没收利益法令 他的案件今早13日再度过堂 控方再度提出不可保释的申请 控方表示 苏海津持有多国的护照 除了他交代的中国和塞浦路斯护照外 他还有柬埔寨和土耳其的护照 但这两本护照至今仍未被寻货 警方也从他的手机里发现一张圣卢西亚St.Lusion的护照图片 但护照上的名字却是一个名叫斯维珍这样的男子 控方也透露 苏海津在海外拥有丰厚的资产 当中 他在柬埔寨 塞浦路斯和英国都拥有房产 此外 还有一艘目前在普吉岛的游艇 除了潜逃风险和在海外拥有丰厚资产外 控方也表示苏海津所面对的都是严重罪行的罪状 当中第二项控状所涉及的400多万元款项 部分或全额资金都是他从网上赌博直接或间接获益的 另外 控方也说如果让他保释 他可能会和其他同谋或证人串谋 影响调查进展 当中 他对和苏宝林的关系一直有所隐瞒 直到调查官出示证据 只他名下的两栋房产是由苏宝林付款 也曾和苏宝林一起购买游艇 但把游艇注册在他人名下 苏海津这才承认和苏宝林之间的金钱往来密切 法官听了双方的陈词后 驳回苏海津的保释申请 法官表示同意控方的说法 苏海津具有很高的潜逃风险 他在海外拥有丰厚的资产 本地被冻结的只是他资产的一部分 他有条件潜逃到国外继续过舒适的生活 此外 苏海津还拥有多个国家的护照 且有些护照还没被起货 苏海津的案件将在10月11日进行审前会议 他也是涉及本案的10个被告中 第二个进入审前会议阶段的被告 另一个是苏宝林 他将在10月4日进行审前会议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新加坡之音